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 物体所受合力为0 C 因等速率下滑 故物体动量守恒 D 物体所受合力量子不变 但方向改变 1 物体的水平速度不变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主要是要来看同学的观念 清不清楚 那我们在之前做的题目 大部分都指的是水平方向 那水平方向的话 如果他做圆周运动 因为我们的重力是在牵直方向 那你在水平面上的运动的话 没有牵直方向的位移 所以他要维持等速率还是比较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常常处理的是 所谓的水平面的等速率圆周运动 好 但是这个题目呢 它是沿着圆弧形轨道 轨道 然后至上端下滑 那至上端下滑的话 同学应该有一个经验 比如说我从这边来这样下滑 那下滑的话 重力就会做真功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越来越快才对 好 可是这个题目里面的关键就是它是等速率 好 那为什么重力做功它还会等速率 代表它一定会受到一个摩擦力 所以这句话其实告诉你说 来 它必受摩擦力 好 那摩擦力我们直接用小F表示 那这个摩擦力 所以第一个选项就是直接问你说 来它的摩擦力量值会不会变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一样来要 从力图上面来做分析 好 如果说我们现在来 假设圆形在这边 好 物体假设是在这里 好 那它受哪些力量呢 来一样 第一个来 它还是受重力 好 重力是Mg 好 再来还有什么力量呢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正向力 好 正向力的话一定跟它的界面垂直 那么在圆的话它跟界面垂直 所以来它一定会指向圆心 好 来 这是正向力 好 那请同学注意 如果受到这两个力量 它其实一定会沿着这个切线方向 来 这边一定会加速 好 这边一定会加速 好 那现在既然是等速 就代表它还受到一个摩擦力 那摩擦力的方向在哪边呢 摩擦力的方向应该是跟运动方向相反 而且是沿着这个界面的方向 就是运动方向 所以来 这边这个就是摩擦力的方向 摩擦力的方向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摩擦力的值会不会变或者是怎么样子呢 好 因为它现在是沿着切线方向是等速运动 所以我们在分解的时候 要分解成什么方向呢 要分解成运动方向就是切线方向 还有跟运动方向这个垂直 所以我们现在来分解 好 我先把这个方向画出来一下 来 刚刚讲过来 运动方向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方向 来 这就是V的方向 就是切线方向 好 来跟它垂直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法线方向 好 法线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正向力N的方向 好 来 是这边 来 这边的话是法线方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 因为 刚刚这个N跑掉了 没关系 好 来 现在这个F本身就是在速度方向 正向力N就在法线方向 所以他们不用分解 来 需要分解的是什么 来分解的就是重力MG 好 所以这个重力MG的话 来要分解成什么方向呢 好 来要分解成刚刚这两个方向 所以来MG 好 有一个方向就向这边 好 另外一个来就是往这边 来 另外一个是往这边 好 那这两个力量 那值分别是什么 那我们在做圆的题目的时候 有一个 我想有一个做法 提供给同学参考一下 像在这边我们要分解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去假设这个角度 那圆的这边的角度的话 我们一般会假设说 来这个跟半径 就是它跟圆心的这个连线就是半径 好 然后它跟千锤线的夹角是θ 一般我们会假设是这个 好 那你当然你说我要假设跟水平的夹角 那也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说我们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好 这时候如果这个是θ 所以来这个角也是θ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来 这是MGcosθ 好 来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MGsinθ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A 因为它这个 那个速度方向它是等速率 来这边 因为它是等速率 好 所以来它切线方向合力必须要是0 切线方向合力要是0 好 那切线方向有什么力呢 来有摩擦力还有MGsinθ 所以来这边告诉你 来这个摩擦力其实就是MGsinθ 好 那这个值 题目问的是说来这摩擦力量子不变 好 这个值它在一路这样子滑下的时候会不会变呢 好 很明显的当然会变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我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好 我的θ在哪里呢 来 我的θ跟这边连在一起 好 这时候我们的θ会变成是这样 意思就是它夹角θ其实会改变的 所以它一路滑下来的时候 来 因为这边滑下来的时候 好 滑下来的时候来角度θ会越来越小 所以其实这个摩擦力的MGsinθ 它也会越来越小 但是无论如何来 它都是跟MGsinθ的值是一样 这样它才能够维持等数率 好 所以来 A选项是错的 好 第二个 物体所受的合力是不是0 好 我们刚刚在这边讲的是什么 是切线方向合力是0 因为它是等数率 那它整个合力是不是0呢 好 来 不是的 因为它还是在转弯 好 来 它在转弯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告诉你 来 它在做的是等数圆周运动 好 等数圆周运动 所以来 它的合力就是要提供向心力 好 就是提供向心力 所以在这边 其实我们如果很容易看出来 来 它的法线方向 就是这个向心方向有N有MGcosθ 所以来 这个值其实是N减掉MGcosθ 好 那这个值是不为0的 因为它要来转弯 好 所以这边 B选项 所受合力为0 来 这当然也是错掉的 好 再来第三个 因为等数率下滑 所以物体的动量守恒 好 那动量这个东西 同学可能还没有教到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就简单的跟大家讲 来 动量P 动量符号是P 来 它的定义是M 就是物体的质量再乘以速度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讲过来 它是一个等数率 来 它是等数率 因为题目里面它是等数率下滑 好 所以速度的量值 没有错 来 这个是不变 问题是它的方向 因为它是沿着这个圆弧这样子在运动的 所以V的方向一直在变 好 一直变 好 就是沿着切线方向 好 那因为这个速度方向变 所以来动量对我们来讲也会改变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定值 那如果只问量值 那当然就是定值 可是如果是问动量 那是包含方向 所以来 它不是定值 所以它说动量守恒来这是错的 它只有量值守恒 好 第四个 物体所受的合力量值不变 但方向改变 好 来 诸选项其实是跟B选项一样 来 刚刚讲过来 它的合力就是向心力 那向心力的话是mv平方除以r 所以它的v的大小没有变 r的大小也没有变 所以没有错 来 这个值不变 好 但它的方向呢 是一直是向心方向 也就是我们的法线方向 所以来 这个方向呢 会改变 向心方向会变 所以来 第四个选项告诉我们说 来 合力量值不变 但方向改变 好 来 这个珠选项是正确的 好 最后一个选项 物体的水平速度会不会改变 好 物体的水平速度的话 好 我们这边再另外画一个 来画一个圆弧 好 好 水平速度是怎样子呢 如果我在这边 好 那我的速度是向这里 好 没有变喔 好 再来 假设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好 我在这个位置 好 一样我的水平速度也 对不起 我的那个速率也没有变 所以来 速率是向这边 好 因为等速率圆周一弄嘛 对不对 所以来 这个V跟这个V的大小是要一样 那他们的水平分量是怎样子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1 来 它水平分量 以这个来讲来水平分量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来水平分量是这样子 所以很明显的水平速度是不一样的 好 那如果用我们刚刚的这个角度来看 来会怎么写呢 好 一样 就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来跟原心连在一起 好 来跟原心连在一起 好 然后呢 刚刚讲过来 我们一般的定义 是定义这个叫做是θ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来这个角 来这个角也是θ 所以如果这是V的话 来这个水平分量就是Vx 好 其实它就是V再乘什么 cosθ 所以来它的水平 水平速度 水平分量 速度的水平分量 好 Vx 其实是等于Vcosθ 所以当你这样画下滑的时候 好 下滑时 θ会越来越小 好 来它的水平速度 Vx是Vcosθ 就会越来越大 其实这也很容易可以想 当你在这个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速度都是这个往下速度 就没有水平分量 好 当你来到几乎是底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整个速度 基本上就是水都是水平分量 所以这个Vx是越来越大的 好 所以第五个选项 它说这个物体的水平速度不变来 这是错的 那其实是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一个观念的题目 虽然要选出正确的答案不难 但是我希望同学针对每一个选项 都能够去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 那错是错在哪里 能够去把它更正下来 好 来 这是这个题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